香港艺术家Kenny在2006年 创造了一个公仔人物叫做Molly 浓眉大眼的小Molly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高人气的她最近还受邀跟迪士尼联名创作 最近她展出了40幅不同的Molly画像 要跟大家分享她的创作过程 小Molly很可爱哦 浓眉大眼的小女生嘟着嘴巴的样子超级可爱 她是香港艺术家Kenny的作品Molly 今年已经八岁的她红遍全世界 Kenny说这个角色是她2006年教课时 一位小女生给她的灵感 当时我是要跟小孩子一起 你画我我画你的 其中有一个小女生 她很专注地帮我画 而且嘟着嘴巴大大眼睛 我觉得她很可爱 我就问她 我说你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从一个很专注的状态 转到回答我的时候 她说My name is Molly 香港超人系艺术家Kenny Wong 是知名公仔设计团队 铁人兄弟的美术总监 她的作品充满缤纷的色彩 表达她的内心世界 成名代表作Molly 永远嘟着嘴巴的造型 象征面对社会的紧张 大大的眼睛则凸显出她的好奇心 就像现在的年轻人 刚出社会的心情一样 Kenny说Molly就像她的女儿 也是她自己的投射 被老虎不停拉扯的Molly 反映出她善变的特质 而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Molly 则是艺术家想走出去 看到更大的世界 这次她用城堡当主题 来采展出40幅Molly画作 城堡就是我代表我自己的 内心的一个心门 我希望可以通过城堡打开自己 让自己了解多一点自己的内心 然后让我喜欢我的一些粉丝 她会更了解多一个不同的面 未来Kenny要帮Molly出绘本 打造出这位可爱小女生的 奇幻世界